同学,我们来看到第二章的综合演练 第一题,这个单选题 给你一条直线,这个对称比例是 要选出哪一个平面和直线L互相平行 首先我们要知道 当直线L跟平面E平行的时候 这个直线L的一个方向向量 就要跟平面的法向量互相垂直 这个是第一个要检视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先来第一个 第一个小题 2-13是直线L的方向向量 2-13跟E1它的内积有没有为0 没有,第一个就不用说了 B选项一样也不用说了 C选项 2-13跟21-1 这个内积为0 这个我们可以第一步 第一关可以第一个程序可以过了 可是C选项还要看 我们的这个L上面的这个直线 随便挖一个点 1-23有没有在这个平面上 好,1-23在这个点带进去检查一下 带进去成立就表示 1-23这条这一个点 在这个2x加y减z等于1上面 也就是说这条L是躺在平面1上面的 好,那就不能说它们是平行 只能说它包含于这条直线 所以C选项错 所以通常我们检验 这个平面的一个法向量跟直线的方向向量 是否垂直的时候 这只是第一个步骤 检验出来如果垂直的时候 还要再看直线上面的 随便挖一个点 有没有在平面上面 好,第四个呢 我们来看 2-13就是这个直线的方向向量 跟4-1-3 内积为0 OK 那表示有可能哦 接着我们再把1-23直线上的一个点 带到这个平面进去 带进去检查一下 得到它不符合的话 就表示这个点不在这个平面上 所以L跟这个4x-y-3z等于1是平行的 好,所以答案是猪 第二个 两个直线 L1、L2 那这两个直线的关系是怎么样 来,我们先看这两个直线的方向向量 4-2-3跟2-3-6 好,他们这两个方向向量 有没有互相平行 并没有 所以基本上这两条直线 只有两种关系 他们可能的关系就是 平行 那个交予一点或是歪斜 交予一点或歪斜的话 怎么来探别 他们是交予一点或歪斜 直接来 把这两个直线上面的 任何一点的参数式都给他拎出来 不过这里的参数是 一个L1上面一个点的参数 一个用T L2的参数是用S 不能都用T哦 不然等一下解出来会出问题的 好 所以呢我们这边 一个用T一个用S 好 如果说P等于Q 就表示他们会有一个交点 就那个P等于Q的那个点 我们就解这个连利 不过解连利的话 就解两个连利 解出他的S跟T来试试看 解出来的S等于1 T也等于1 T等于S等于1的话 这两个式子解出来 再带到第三个式子 看看合不合 带进去 Bingo也合的话 就表示他们会交予一点 那交予一点的那一点 直接把T带1 或T带S带1进去都可以 好 所以呢他们交予一点 就OK了 那第二个多重选择 在作标空间当中 哪些方程组会是一条直线 方程式或方程组 第一个不用看了 A跟B都是表示空间当中的平面 这不用看 C选项 X平方加Y平方等于0 就表示X等于0 Y也等于0 这个是不是我们 在空间当中的两面是 X等于0是什么 YZ平面 Y等于0是不是XZ平面 那YZ平面跟XZ平面的 的一个交集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什么 Z Z轴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条直线 所以 C选项 它是一个直线 那D选项直接看这两个 这两个平面的交集 这两个平面并没有 并没有它们的平行 它们的法向量并没有平行 所以这两个平面没平行 所以这两个平面会交出一条直线 所以 珠选项是OK的 那E选项的话 用眼睛看 前两个式子是不是同一个式子 也就是说前两个 三元一次的这个方程式是同一个 所以这两个是共平面 那第三个 这一个平面的法向量跟 前面的法向量并不平行 就会交出一个直线 一条直线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 1跟2是同一个平面 第三个跟它们不平行 所以会交出一条直线 所以答案就是我们的C逐1 好 再来第四个选项 空间当中有三个相议平面 都通过这两个点 就表示这两个AB这两个点 形成的那条直线是这三个平面共同的交线 所以我们就只要把AB这一个直线上面 做它的一个方程式 或者是怎么样 ABCD 依这几个点 看有没有符合AB直线的方程式就好了 好 你看看吧 老师你为什么 不会把这个写在后面 因为我们这边空间不够 所以知道三个平面交出一条直线 因为来自于 它共同交集于两点 这两点可以决定一直线 所以说呢 这一条共同的交线就是直线AB 直线AB 好 接着我们把直线AB给 做出来 这个直线AB的对称比例 做出来之后 把这五个选项一起带进去 哪一个合就是我们要的 所以呢 A选项 B选项 跟珠选项 跟AB两个选项对 其他都不对 所以答案就是A跟B 好 第五个题目 来看 这个方程组 这一群 你用眼睛一看 你至少至少知道 这个至少 有一个解 也就是X等于0Y等于0Z等于0 这个我们至少知道 好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方程组 至少至少有000这一组解 如果说呢 至少有000这一组解 还有别的解的话 就表示它有无限多组解 如果说只有000这一组解 没有别的解的话 它就是唯一解 老师这个有没有无解 不可能无解 为什么呢 因为000带到三个式子都成立 所以我们至少至少可以知道 这个方程组 至少至少有一组解 但是如果不止一组解的话 它就会有无穷多组解 无限多组解 在这边写的比较 频乏一点 好 再来看 我们的delta 这个 第一个delta 我们可以写成 a加2乘a减1的平方 那当a不等于负荷 跟a不等于1的时候 这个delta不等于0 它就只有 唯一解 就是000那个唯一解 那如果说呢 这一个 这是唯一解嘛 如果说a等于负荷 或a等于1的时候 它就会使得我们的delta deltax deltay deltaz 等于0 那我们在前面判别 那个克拉玛公司的时候 我们会说 这个东西 deltax deltay deltaz 等于0 可能有无穷多 无限多组解 或是无解 在这边不可能有无解 所以它一定是只有 无限多组解的可能 那无限多组解的可能 他们就是这三个比面 共交于直线 它有无限多组解 所以答案 你在这两个讲解完之后 再把这一群答案做一个处理 做一个这样子分析之后 答案是ace 好 第六个题目 下列哪些选项跟方程组 这一个解极而合 这个方程组 这个方程组是一条直线 我们现在先在 这个方程组是一条直线 这个是两面式 所以呢 第一个A选项不用看 A选项是一个平面 XY平面 这个A选项就不用说了 再来呢 B选项我们先来看我们第一个 这个方程组来弄成D4跟D24 好 D4跟D24做一个加减消去法 得到Z等于0 Z等于0之后再带回去 可以知道X加2Y等于0 所以这一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把它简化成X加2Y等于0跟Z等于0 一起除以3 这边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是同一个式子 所以最后呢 C选项也会跟它是一致的 好 那D选项不用说啦 D选项这是一个什么 一个点啦 X等于0 Y等于0 Z等于0 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这个题目给的这一个 A选项开始来看了 4X加8Y加5Z等于0 3X加6Y加2Z等于0 第一种解法D4跟D24 我们的前面的D4跟D24加起来 是不是等于多少呢 4X8Y5Z加起来等于0 那原式子这一个4X加8Y加5Z等于0 是不是这里有了 好 4X加8Y加5Z等于0 再抽第二个3X加6Y加2Z等于0 所以呢 它们解析和会一样 再来第二种方式就把4X加8Y加5Z等于0 3X加6Y加2Z等于0 用成D34跟D44 经过加减消去法 我们可以知道Z等于0 Z等于0 Z等于0 再来把Z等于0 带到其中的随便一个里面 会得到X加2Y等于0 那你有没有觉得Z等于0跟X加2Y等于0 是不是跟我们原始的124合起来的是同一件事情 所以E选项也在跟我们这一个题目一致的一个解析和范围里面 这题的答案就是BCE 好 再来填充题呢 我们要求这两个平面夹角的sine值 首先呢 它们的法向量做出来 法向量夹角的cos值做出来 再来呢 sine值就是1-cos的平方 再开根号 这里应该改成cos平方 解快了 好 所以最后变成4分之9 跟号5 再来第八个题目 平面跟这个平面平行 与XYZ轴的正向正向正向 围成的四面体 体积是6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平面1可以定成这样 因为它跟XYZ轴都夹出一个正的 都交出正的 所以这个K要大于0 那我们这样子做出来 它的结距分别是2分之K K 3分之K 那这个四面体的体积 我们就可以把它弄出来 底面积乘以高除以3 会等于6 那最后可以K算出来等于6 这个平面方程式就解出来了 那第九个题目 直线L 坐落在这个上面 直线L坐落在这个上面的时候 我们 第一个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L的一个方向向量 是不是等于5-3-1 它跟这一个 平面的法向量 A-1-2是互相平行 A互相垂直的 所以5-3-1跟A-1-2内积为0 去解出A 解出A之后 我们再来直线上面 任何一个点都会在平面上 那直线上随便抓一个点 A-1-2 做出来 带到这一个平面1上 就可以把B算出来 所以A跟B我们就可以得到了 那第十个题目 要算这个P点到平面1的一个对称点 好 那我们假设P点对于平面1的一个什么 投影点是P' 对称点是P' 这边画起来这好像两个逗号 一样是P' 好 那我们平面1的法向量 2-2-1 那我们这个 这个会是直线P'的一个方向向量吧 那这个方向向量 那我们就可以定这个P' 这一条直线 可以对称比例式做出来之后 那P'点可以定成一个参数式 再带到我们这个1上面 T算出来之后 我们的这一个P'有了 P'有的话 我们的P点跟P' P'的这一个点 他们的终点就是我们P' 所以我们把P跟P' 这个的终点 做出公式出来 去解 解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个对称点 P'的对称点 P' 做出来是5-2-2 好 再来第十一个题目 平面1通过点这样 而法向量是这样 所以基本上这一条就可以告诉你 这个平面1的方程式 就是2x 加y 加z 减15等于0 这平面1的方程式 再来呢 我们有一个圆点出发的一个子弹 直线前进通过 V点 V点的话 我们就OV向量 OV向量就是如此 那这一条直线 OV直线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参数是X等于T Y等于2T Z等于T T属于时数 好 那在这一个平面的弹左点 弹左点就是跟平面打到平面上面的那一个点 就把这一个P点 如果是弹左点 P点就在这一条直线上 带到这个弹左点带到平面1上 去把T算出来 T等于3再反套回去 弹左点就是363 好 第十二题 两条歪斜线 我们首先呢 我们直线L1 它的对称比例是知道 0 1 2 是L1上面的一个点 方向向量 2 1 2 是L1的一个方向向量 同样的 L2的对称比例是知道 -1 -2 0 是L2上面的一个点 那3 2 2 是L2的一个方向向量 那我们把这两个方向向量 做一个Close 这个Close之后就是 V1跟V2的 公垂向量 我们呢 我们来想说一个平面1 如果包含直线L1 与L2平行的话 那这个V1跟V2的 这个外积就是平面1的一个法向量 那我们得到平面1的一个方程式 是不是可以写成2x-2y-z 加上k等于0 再把L1上面012 所以这个点带进去 那我们这样子做出来 这个做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出 L1的一个点 这个L1这一条直线躺在1上面 那L2这上面 L2上面的任何一个点到1的距离 就是L1跟L2的最短距离 就他们歪斜线的距离 所以B点 随便挖一点 刚刚有一个随便 弄出来的这个B点 点到平面的距离 就是 这两条歪斜线的最短距离 因为在这边已经很好心的告诉 它是一个歪斜线 结束 L1 L1 L1